来看咱刚刚结束了咱这个Socket的一个学习啊 那讲Socket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一个问题啊 咱那个问题就是你没办法用Socket是不是去实现并发呀 对不对啊那你的效果就这样了啊 看我考一下咱之前这个讲过的这个这个代码啊 好你来看啊这个是这个Socket的一个服务端 哎怎么这么多呢 嗯啊写的老多了是吧千万都不要了啊 嗯啊是他 这是一个一个服务端是吧来客户端 这个这个这个不要他 啊这个也是鲁板的呀 哦刚刚那个是这个这个是 啊这个是没有实现的那个装装兵没装完是吧 没装完扇板啊 好这他然后这个位置收啊不要用一句话去收了啊 没什么乱用啊 那收的时候才应该是这么写叫什么 应该定一个 叫IECVSize 等于零还有什么 IECVData等于 空了对不对 空了对不对 然后well receive size小于个 什么 Lens 是他吧 如果少于他的话怎么办 啊 IECVData 加 等于个 什么东西 是TCP Client吧 点 IECV 什么东西啊 是BuffSize啊 对不对 然后每次这个resaveSize都等于什么 等于Lens 什么 IECVData 是不是行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了 不用加就行了啊 直接等于他就行了 然后完了以后 这是咱最终的结果 就是IECV 什么呀 Data啊 好 来看一下 这是在原来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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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稍微的啊 怎么又又变成1了 因为复制的问题是吗 来 现在假如我再来一个客户端 又来了一个啊 来运行单的这个服务端 好 起了一个服务端 然后啊 再起这个客户端 这是起了一个啊 起了这一个 能不能跟服务端交互啊 可以吧 跟费个 是吧 啊 同时也没有 棉包是不是也解决掉了 好 那另外一个呢 运行他 什么效果啊 是不是等着啊 这是不是咱就咱之前写到那个位置 发现他是不是实现不了并发呀 为什么实现不了并发 因为服务端就两个 循环 对不对啊 最外层的循环 是不是就是来接收新的链接 然后里面这个循环负责来干什么 基于一次链接 是不是进行通信循环呢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服务端实际上干了 是两件事 一个是一个大循环的方式 来循环的接收链接 大循环里面 这是第一件事啊 第二件事就是 大循环里面套了一个小循环 照面来负责通信 对不对 对吧 那服务端现在这种 这种结构啊 这种结构就导致了 来一个链接接收完了以后 直接就会进入小循环里面 是这意思吧 小循环里面 只要不跳出来 我服务端永远在这个通信循环里面 是无法接收新的链接了 是这意思吧 这是他这个道成的哈 那今天咱学一个叫 socket server socket server哈 是一个模块 就可以来帮你实现这个并发 帮你实现并发哈 那怎么去做呢 这个哈 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可以写上名字啊 你不要直接写一个文件名就叫socket server 那是不是就不行了 好把下面这几个都关掉啊 好 好 我刚才是不是拷贝了一个啊 好 就他了 那怎么样把它改写一下呢 啊 叫导入一个叫socket server 啊 哎 别这样别这样了 我觉得别这样哈 我觉得咱别别先别在它基础之上改 好吧 咱自己先重新写一个最简单的 行不行啊 来 导入一个这个叫socket server 那导入socket server以后 你需要干什么事呢 定义一个类 啊 定义一个类 这个叫什么呢 叫my server 好吧 行不行啊 自己的这个自己定义的sr 啊 my server一定要继承一个类 这个类是socket server下面的叫base request handler 先不要问为什么 先看效果好不好 好 可以吧 好 看完效果以后你就你就要知道了哈 他到底怎么就知道他能实现定乏 完了以后我再带你来看 他为什么应该这么去做 来 我集中他以后注意了 里面一定要自己去重新定义一个叫handle的方法 懂懂啊 为什么呢 规定 规定是什么呢 现在先不要问 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行不行 好 这个为了定一个handle handle里面啊 这个handle是不是属于我这个类的一个一个一个方法属性啊 一个还是属性啊 那这个self属于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属于实力啊 也就是说一会儿是不是我要用这个my server 是不是产生一个实力 产生什么实力呢 就说来一个链接 我就用这个类实力化得到一个实力 懂懂吧 来一个新的链接 我就产生一个实力 这样实力跟实力之间是不是就互不影响了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是这意思吧 懂懂什么意思吗 好那在这里面这个self 就代表你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实力 一次这个链接的实力啊 这个链接实力里面包含什么呢 可以这么说包含两个信息哈 一个叫self. 我给你打听出来哈 self.request的这个相当于谁啊 相当于con con con是个什么鬼 是不是就你 erccept接收到链接啊 他就是那个东西 懂懂吧 好然后 你erccept 你看你当时在erccept的时候 是不是是有几个返回值啊 是不是两个呀 一个是什么 con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addr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self.request 叫client address 他就相当于咱写的骚客当中 我给你定义那个addr这个变量 懂什么意思啊 好你一会来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哈 这点我给你写上哈 这个叫con a子 他 这个叫什么叫addr a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没控制的数哈 是是我本来想暂停一下哈 这个arty啊 是暂停一下再打哈 那不好意思了哈 对不起 好 好那有了他以后 有了con 那服务端是不是就可以收消息了 收消息怎么写啊 他是不是con呢 那怎么写啊 点什么 re cv 对不对 re cv 然后这个地方我先写死好不好 一会咱再优化哈 1024 那完了以后他收到的结管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data呀 这个位置你可以打印 也可以不打印 无所谓哈 我来一个叫这个收到客户端的消息是啊 这样让大家看的一个更明显一点data 行吧 行吧 他就是一个字节的字节的形式对不对啊 好这是收 啊解码 我就不解了 行不行啊 收消息 那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发消息了 发消息用谁来发 是吧 是不是也是con呢 这不现在咱的con是谁了 是不是request的啊 那就send send 行不行 刚学了哈 就是一个循环send哈 那data改成upper 很简单一个吧 可以吧 好完了以后 啊 你这个类定义完了以后 这个类用来干什么事的呢 是不是 说到点子上了就是用来干什么的 你这个类对是用来实力化 实力化的结果一会儿必然是不是要运行这个handle方法 是这意思吧 那这个handle方法里面是干了什么事 是不是就是收发消息啊 收发消息是属于什么循环里面的操作 对于你没有并发的版本 没有并发的那个socket的版本 那你这一步是相当于在做什么事 是不是在进行一个通信循环呢 是这意思吧 好 那闭着眼 就把睁着眼收下滑了哈 有他妈循环吗 没有啊 没有啊 这是不是就是一次收发消息啊 对 对不对啊 那要做成通信循环怎么做啊 是不是我要触啊 怎么解决啊 所以你是不是解决了 这是不是才叫通信循环 通信循环你得有循环呢 是这意思吧 好 少了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少了什么 是不是少了一个链接 链接循环呢 是的 你现在只是把对内层的那个通信循环 是不是给给做了 那外面的那个链接循环怎么做呢 注意了哈 不是不要了 不是不要了哈 我可以写到这里面吧 啊这样里面写到这里面 代表我右键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才会执行的代码 对不对 在这里面写什么呢 调sugget server下面的这个就这么写哈 sugget server下面有个叫 叫threading TCP server 什么叫threading TCP server呢 这个叫多线程的TCP服务 对不对 多线程 什么叫多线程 我马上就会说 我可以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 什么叫多线程 多线程就可以实现并发 怎么实现并发呢 可以同时开启多个任务 在这等着客户单来连 来一个链接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连一个给你处理 相当于你看哈 原来你不是单线程吗 相当于一个人是不是在干这件事 接收链接是不是 然后基于这个链接给你再收发消息 是这意思吧 现在多线程意味着是什么事呢 什么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来同时多个人站在那了 是这意思吧 同时多个人在这呢 就好比是什么呢 好比你去饭店吃饭 你中国不都去饭店吃饭吗 你去饭店吃饭 得有服务员吧 对不对 得有服务员 那原来饭店只有一个服务员 那一堆人去吃饭了 什么效果 你这个服务员是不是得一次服务你 服务完第一个人是不是第二个人再来 是我再服务你 是这意思吧 这就是单线程 什么叫多线程呢 招了多个服务员 对不对 来一个人是不是第一个服务员来服务你 第二个人再来 再第二个服务员来 来来来来服务你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这意思吧 这也多线程啊 暂且理解到这就可以了 先记住一个形象的这个这个比喻 完了 那咱马上学完Socket就会教你多线程哈 多线程多进程 来 你说什么 一个人重复了过 一个人重复来的话 那对应的服务员会变吗 对应的服务员会变吗 一个人重复来啊 重复来肯定肯定会啊 就跟你跟你去吃饭一模一样啊 你今天去吃饭了 明天再今天去吃饭了 点了一个服务员是吧 明天再去吃饭 你是不是还就点另外一个服务员啊 就换另外一个服务员服务你嘛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不对 产品经理看人这个服务员长得漂亮 对不对 老去吃饭对不对 每次都找人找人去服务对不对 对人都不乐意了啊 怎么又来了这货对不对 好 往你饭里面吐吐痰 好 好 来来来 来 这个这个看哈 这个完了以后啊 这是在掉一个什么 这是在掉一个类哈 这个毛块下面有一个类 这个类啊 需要给他传什么 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IP跟端 跟端口是一个远祖形式的 远祖形式啊 就这么写啊 127 0.0.1 第二个 是这个8080 可不可以啊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你刚刚写那个类 能懂什么意思吗 这样就相当于什么 它就相当于咱的什么循环 它现在还没有循环起来呢 哈 完了以后啊 它会得到一个 类加上括号是不是代表实力化呀 实力化呀 实力化是不是会得到一个结果啊 等于s 哈就是一个对象 那 s.so for error 什么叫so for error 永远服务 是这意思吧 什么叫永远服务 什么叫永远服务 看好了 什么叫永远服务 看见这个了吗 是不是就是外层的循环呢 一直在这等待 Oxcept不就等着别人来吗 是这意思吧 这就叫永远服务 所以说 所以说哈 这个s.so for error 结合它呀 想要完成的事是什么 是什么循环 是不是链接循环呢 链接循环是不是有了 对不对 那链接循环里面应该套一个什么 套一个什么 套一个什么 套是不是套一个通信循环呢 那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套在我的 这个是不是我的通信循环 对不对 my server是不是就我的我的我的 我通信循环 它是不是就在套在我这个链接循环里面了 threading tcp server相当于链接循环 my server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通信循环呢 就是它的哈 这样啊你完了以后每来一个 客户端 每来一个客户端呢 它都会怎么办呢 他都会通过这个类 来实力化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啊 跟你进行通信 为什么啊 因为你这个是不是多线程的方式 是不是去工作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不对 就相当于多个县程在那等着你吧 来一个 我就来一个人呢 我就用这个类实力化得到一个实力 拿着这个实力 这个实力里面是不是有寒导方法 我就拿着寒导方法 跟你这个人是不是进行通信循环 是不是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人怎么办呢 我就有第二个县程是在那等着呢 对不对 第二个县程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也拿着你这个 买Sara这个类是不是也实力化得到一个 对象 用这个对象里面内置的寒导方法 是不是来给你通信 这个通信是不是就是一个通讯循环 第三个是不是也是这么一回事 你懂懂什么意思吗 懂懂什么意思 好 那这个完了以后 你再来看效果啊 来 客户端有没有必要变 客户端是没必要变呢 客户端原来还是他呀 就运行他就行了 我端口 我端口不也是8080吗 我的端口 这不是8080吗 端口没问题 现在你再来看 我回一个哈喽 哎呀 怎么没收 怎么没给我回呢 好 来来来你说 你说这个来 只要只要发 发到这你遇到卡住了 就是什么卡 只要在这个位置停顿住了 就是什么什么现象出现 是不是就RECV在收的时候 就是有一端肯定是 不是有一端 就是在收收的时候 自己那段缓冲器为空 是不是他就会卡在这 所有的卡是不是都是这样 是这意思吧 所以一碰到这怎么办 你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怎么办 就找哪个位置到底收空了 对不对 你这个位置是不是想要 应该能收一个结果是 海洛的大小 对不对 但是卡住了必然是 自己这端 是不是收的时候是空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那看一看到底 怎么回事呢 哦我的接收端 是不是还是有问题的 我还是不能用原来的 原来那个是不是 远程执行命令那种啊 那还不行哈 我得我得我得 这样哈 你给他拷贝一个哈 这个叫叫叫 client1 client1哈 那client1 这里面不用不用很大的改动 稍微改一改就行了哈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删掉 这个也删掉 这个是不是也没有啊 啊 那就是这个这个都没问题吧 这个发一个 发完过去以后怎么办 啊 这个就不要叫叫cmd了哈 咱就简单一个message 啊 message message 然后发的时候 message encode 发过去以后 是不是紧接就就收了 对不对 那收就是 data等于个 tcpclient.icv 这叫buffsize啊 啊 你也可以写1024哈都行 那收完了以后是不是打印啊 收到 服务端 发来的 消息 是data点什么 data 你可以解码也可以不解哈 看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完现在是不是就完了 好 这是client1 那再来一个client2 来把这个给关掉 把这个也给关掉 好 小服务端也崩了 为什么崩了 我那为什么崩了 是不是加一场 在哪位置加一场啊 在哪位置加 那你原来那个传统形式的来 没有并发版本的你怎么你怎么处理的这个问题 在通讯循环里面是不是加一场 哪个位置是通讯循环 是y处这个位置啊 那就在他这上加呗 对不对啊 然后把它收拾包进去啊 那写什么 exception exception 或者不se 都行啊 你是不是打印一下 就相当于不处理了 完了以后怎么办 不是k是不是就解决了 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他不断的收啊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FNOT DATA 然后怎么办 是不是也BREAK 是不是一模一样 好 现在再来执行它 来看客户端1 运行 是不是过来了 这个位置正好能证明一件事啊 客户端11.1.1运行 是不是里面要发起一个什么操作 是不是要发起链接啊 这个链接来以后 我跟你说它是怎么一个过程啊 谁来处理链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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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咱这个Socket server当中 你来想 没有并发的版本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分两种工作 一种工作 是不是循环着来接接收什么 接收链接 对不对 另一种是什么 是不是循环来进行通信呢 那现在咱用Socket server 是不是就是来解决这两件事 一件事 是不是用Threading TCP server 然后是不是来 处理是不是链接啊 下面这个它内置的 这个内置的一个叫叫叫叫叫 Server forever的方法 是不是就是咱通信循环 它 而且这个位置 它加了一个什么东西 加了一个Threading 是不是多线程 相当于现在是不是有多个县程 在这等着你的客户端链接来了 来一个链接 一个县程 是不是服务你 来一个链接 一个县程服务你啊 一个县程服务你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不是用你MySQL这个类 进行实力化 得到一个实力 是不是跟客户端进行通信 能懂什么意思吗 这个 懂不懂 别别我讲完了你再问我啊 不懂你就立马来来说 现在这个懂吗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懂还不懂 来现在来你来看啊 来就说原来呀 原来你是不是有 原来那个Socket没有病发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干两件事 一个叫什么 一个是不是来来处理链接 另外一个来处理什么 是不是来处理通信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是来一个 首先来一个客户端 一个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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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客户端是不是要发起一个链接啊 对啊 一发起链接服务端 是不是会立马进入一个通信循环 对 然后是不是就是这个通讯 是不是一直在服务于这一个人 对 是这意思吧 后面这个人要想连怎么办 对不起 第一 你的服务端的程序 是不是已经在 在这个这个这个跟一个 这个第一个人 是不是进行通信呢 你只能等了 是这意思吧 那现在有了 有了咱这个sugit 这个sugit su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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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线程相当于干了件什么事啊 相当于干了件什么事啊 相当于干了件什么事啊 我把这个图我应该放小一点 干了件什么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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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不这个图先先先 刚才那个你已经知道了 我把这个图给删掉 重新来画啊 现在sugit su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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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处理链接谁处理链接呢 是不是他开了多个线程 是不是来处理链接啊 处理链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用这个类进行一个实例 实例化是不是得到最终一个实例啊 拿到这个实例以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用你得到那个实例 你得到那个实例是不是就是S 是不是就是我的S 用这个S 然后怎么办 不是那个S 不是这个S 你得到的实例是不是 买Server是不是得到那个实例啊 不是我这个这个S啊 然后买Server得到那个实例是谁 是不是他产生的实例 他里面是不是有个handle方法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他会掉什么 买Server 产生的实例 -obg 下面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有个handle方法啊 这个handle方法是什么是 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通讯循环啊 这个通讯循环啊 这个通讯循环是不是就负责 跟这个客户端是不是进行数据交互 那第二个人来呢 是不是就找到第二个县城了 第二个县城跟他界外连接 是不是又拿到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买Server 用买Server里面的那个handle 是不是就能完成跟这个人的一个通讯循环 第三个人来是不是就第三个县城服务于他了 所以你现在懂这个流程了吧 没问题啊 那你懂了这个以后你再来看啊 你看啊 第一个客户端来来连到服务端了 服务端 服务端这个人是不是一跟他建链接以后 是不是会进入一个通讯循环 一进入通讯循环 是不是就相当于在调 买Server里面的handle方法 于是他做了件什么事 第一个客户端一来 建链接是不是很快 那迅速就进入通讯循环了 怎么办 是不是打印这个啊 什么什么CUN是什么 request的是什么 你看 熟不熟悉这个东西 熟不熟悉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之前给你打印那个CUN呢 就是他 那下面这个ADDR呢 是不是就是你那个ADDR啊 CL clientADDR就是他哈 完了以后handle里面写了一个 这是咱真正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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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通讯循环哈 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下面再来的事就是 你写什么 我运行是不是就可以运行这里面这个 这个内容了 你写一个Hello 一回车 是不是收到Hello啊 服务端你看 是不是收到这个客户端的消息 没问题吧 那你再来一个什么东西 你好 是不是服务端收到这个 是不是又过回了 是不是他又接收到了 那这是这一个客户端 再来一个客户端呢 注意现象啊 服务端现在是不是在这呢 来看第二个客户端一来 服务端什么效果 是不是又收了一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跟前面那个链接有 有关系吗 没有 是不是半毛钱关系没有 他俩是不是互相独立的这个这个 这个现成啊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你来看 第二个客户端再来发 这是什么呢 Client2 Say Hello 一回车 那服务端收到的是什么 是Client2发来的Hello 那第一个客户端呢 Client1 Say Hello 能不能发 那服务端是不是就收到了 没毛病吧 这是不是就事先并发了 对 对不对 你有没有有病 谁呀 谁呀 哪个 哪个 哪个不知道 这是服务端 你他俩都打的 第一个屋外不有 你对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由于我第一个县城 也也做打印 第二个县城是不是也做打印 他俩打印用的是不是都是 同一个屏幕啊 是不是都往同一个屏幕上打 你区分不出来吗 你要非要区分你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可以这个这个这个服务端 是不是稍微处理一下 收到客户端的消息 你可以打印Data 可以打印什么 再来一个叫什么 C of.Client2 你是不是就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的 对不对 那一直行 这个再重新执行一下 这个再执行一下 你看服务端是不是接受两个人了 对不对 然后彼此之间互不影响哈 他一个发一个hello 那这个发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你好 你看服务端什么效果 是不是收到一个hello 这个hello是来自于谁的 是5389啊 这个是不是来自于5390啊 是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客户端程序 是这意思吧 实现定乏没有 实现了吧 实现了吧 来这个能实现 你昨天学的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做一个远程执行命令的那个东西 能不能用它来实现呢 可不可以 是不是一回事啊 一回事 改变改变就可以了 来快速把这个练一练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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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